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天天,欢迎你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录一期聊天的视频 这个视频的主题呢是在YouTube上面非常非常火 很多YouTuber都录过这样子的视频 就是Read Your Assunctions 你们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留言评论,我觉得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要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开始来聊 就是学习一百分的人 我看一下好像有很多就是跟学习相关的 毕竟我觉得大部分人认识我还是因为学习的那个视频 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视频会有那么多人看 因为我当时是实在想不出来要录什么视频 所以才录了一个那个学习的视频 然后结果大家好像从那之后就还感觉 我是一个好像成绩还挺好的人啊 But其实我,怎么说呢 因为在大学里面成绩好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随便一抓就是一个成绩非常好的人 我呢,不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成绩好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努力的人 因为我就是,我说过很多很多次 我觉得我自己的先天的一些 或者是前期的一些基础没有达好 导致我上大学会稍微一点点吃力 所以如果我不努力的话呢 我就会完全跟不上大家的脚步 如果跟不上大家的脚步的话呢 我就会觉得我在虚度光阴 所以我后面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在就是学习这件事情上啊 但是呢就是成绩好也是要看跟谁比 我应该还是 above average 就是比那个一般成绩要稍微好一点的 接下来就是说我是神经大条畅所欲言 狂欢姐 什么狂欢姐这个名字 我看了没有看到狂 我以为是欢姐是不欢吗 神经大条畅所欲言 我真的是特别 我其实说实话 我是有一点点社交恐惧症的人 就是对于一个没有见过的人啊 如果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 特别是在网络上 我会特别的社交恐惧 我就有的时候发微信 我都要想好久 我这句话应该要怎么回 就是特别是不熟的人 但是如果我跟这个人熟起来 或者是见面 一个陌生人 如果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是就是比较nice的 我就会什么东西都可以聊 就是我可以就是一直说 我就是一个需要别人给我一个感觉 是说他对我感觉还不错 我就会你知道吗 投入我的百分之一百的真心给这个人 对 强度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会很怕别人觉得我话太多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一开始说话 我就停不下来的一个人 就是一个对学习很自律的人 我看到有很多人说我很自律啊 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我自律啊 我觉得从小是我妈交给我的 因为我妈小时候就对我非常多 那种要求 比如说八点钟睡觉 我跟你们说过了 我小时候八点钟睡觉 然后每天喝牛奶啊 然后就是什么 就反正很多那种小细节 我妈都会规定的比较就是就是严格一些 所以我可能从小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我希望有一个人来要求我 如果没有人来要求我 只能自己要求我自己 我在那个刚读大学的时候 我不是这样子 我刚读大学的时候是漫无目的 就是老师发来作业 我一般就拖到最后一天才闲 但是我后面发现这样不行 因为我就觉得没有像高中那种有老师看着我的日子 我整个人就很颓 所以我就觉得还是给自己稍微设置一点那种小期限啊 或者什么的比较好一些 所以慢慢慢慢的我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比较自律的人 很爱污泥和小平同学是兄弟一般的感情 我爱污泥是真的 但是有的时候烦起来 他也是真的很烦 就是这个狗就是一个八婆 你们知道吗 就是八婆 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爱管闲事的人 就是这狗啊 特别爱管闲事的狗 就是周围稍微有一点点任何动静都跟他有关系 然后路上什么走过一个人也跟他有关系 所以我就觉得他有的时候还挺烦的 跟小平同学有点像 他们两个的心格实在是太香了 好等一下再聊这个事情啊 然后和小平同学是兄弟一般的感情 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是 因为我们不会像一般的情侣一样啊 就是大家好像比较那个相敬如宾 或者是大家互相爱慕 就是我们可能爱慕彼此的方面 可能就是小小的一个小方面 但是其他私底下生活 我们俩就是互怼的那种 就是你们知道北京人说话 那个怼天怼地怼世界 他就恨不得我随便说一句话 他都有那个点来怼我 所以慢慢的我也变得就是跟他比较怼 像哥们一样 我们俩就在彼此面前都没有任何形象 就是完全没有形象的那种 很有条理啊 做事情之前都会先规划好 我觉得规划这个东西是我 就是不做 我会受不了 我会抓狂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方面我是不会有规划的 比如说出去玩 出去玩这种事情我完全不管 就是全部都是我男朋友在管 我不会去做那些调 就是去网上查说哪个地方景点值得去 或者是哪一家酒店好 我完全不想管这种事情 所以都是他在弄 我们两个也是稍微互补一点 我在生活中会比较有规划 他在那种出去玩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 他自己感兴趣的方面 他会比较有规划 学习上天赋不是很高 却很努力的人 我感觉就是自从我跟大家讲说 我不是很聪明之后啊 所有人都好像记住了这个点 很多人就说 我虽然就我知道你不是很聪明 也没有那么的有智慧 然后我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说 我自己啊 就是确实我可能 对 不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人 但是我还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的水平 时间管理超强 收纳能力超强 家里有矿 人身赢家 目标清晰 独立自助 怎么那么多个点 我们先从收纳开始 关于收纳这个东西啊 有非常多人以为我是一个很有洁癖 或者是很爱整理家的人 其实不是 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看我把东西收纳成这样啊 是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强迫症 就是假如说我要开始收拾一个东西 或者是我搬到一个新的环境 我会希望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秩序 然后就是就是摆得非常好的一个人 但是我是那种就是 会很快把它们弄乱 然后我又懒得去收 这样子 我现在啊 我们两个规定的是 每周的周日是大扫除的日子 所以就是每周日会把家弄得非常整洁 but从周一到周六就是一个 你们知道 从很整洁到一般整洁 然后到非常乱 然后到乱到不能再待下去 然后周日再开始整理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如果之前就是没有事干 就是不用上班的时候 我是会每天收拾一下 但是真的当你忙起来的时候 太多有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要等你去处理 就不会有那么多心思 放在收拾家里这个事情上 当然了关于整就是整理东西 我觉得买一些收纳的东西还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 就是假如说把东西弄乱了之后 可以很快把它复原 如果你没有这些盒子啊什么的 你就要想一个个该怎么摆 如果有一个盒子 你把它全部塞到那个盒子里去 那就好了 大概就是以前班里那种美睫客 都要用湿纸巾擦桌子笔带 和笔筒永远别出心裁的桌金女孩 No朋友们 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不要再误会我是一个很爱干净或者什么的人 我真的不是而且我以前 我以前虽然说也喜欢买文具 但是没有到现在这种地步 我妈现在看到我这个东西 她都有点抓狂 她小时候知道我喜欢买一些小贴纸之类的 但是我小时候也没什么钱 所以不会就是买太多 然后关于擦桌子这种 我真的不会 我以前桌子抽屉非常乱 就是找东西都得全部东西都翻出来 然后再找的那种 所以不是这样的 对有很多人讲到说我家里的一些情况 说觉得我家里有钱 或者是还有说我非常会花钱 然后还有家里有钱 但是非要很逼自己的人 来以为甸甸只是有钱 没有想到了解之后还非常有实力 我跟你们讲一下就是关于家里有钱这件事情 我之前在那个一个视频里没有讲过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定义有钱这件事情 因为每个人的定义其实不一样 就是在我看来有钱人就是你们知道吧 就是真的我有认识一些就是真的很有钱的人 我就想象不到怎么可以就是这么不care花钱这件事情 其实我对花钱这件事情 我还是用我自己的一个看法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假如说买一些包包鞋子 包跟鞋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是要买稍微好一点 因为会真的用很久 特别是像包这种东西 其实说实话香奈儿的那个就是那个CF 应该是四五年前的包 我到现在还在背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就是使用价值 然后贵的包你也可以用很久 因为它坏不了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包可以稍微买贵一点的 当然是要在你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然后买贵的包也要买经典的 因为就是像如果没有特别特别多钱 就是如果你买包不是那种随随便便买一个那种奢侈品的话 我觉得建议大家买纯色的呀 或者是设计比较简单的 如果买那种很就是时髦 或者是你一看就知道马上就要过时的包的话 你使用的次数不多 那不是每一次它性价比就不高吗 所以我买包还是 现在还是比较追求一个性价比 就是我知道我自己可以背很久 那种啊 然后鞋子这个东西我后面越长大越发现 其实贵一点的鞋它同样也是可以穿很久 然后也可以使用频率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是我觉得可能会花比较多钱 但是你们看我的衣服 我衣服大部分都是淘宝的 然后T恤什么的这些也非常多 我是不会舍得花那么几千刀 或者是大几百刀在一件衣服上面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会很划不来 就一块布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在花钱方面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 然后关于有钱 我之前说我们家是普通家庭 然后有很多人就会说 就是说感觉好像不是大家理解的那种普通家庭 我说的普通家庭就是我们家 爸爸妈妈赚 就是我爸爸妈妈赚的钱都是他们自己打拼下来的 我生活的还算是无忧无虑吧 就是以前是完全不用担心钱这方面的问题的 但是我自己给我自己一个要求 就是我现在开始工作了嘛 我要经济独立 我就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 但是我爸这个人吧 我爸这个人真的就是 我跟他说了一次经济独立之后 他每一次跟我就是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家长就会觉得说他自己还可以就是像养得起你吧 所以他不希望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像我爸就这样的 我爸就说 我爸就说什么 你不要跟我提经济独立啊 然后就就就就开始给我打钱 因为我我爸以前是那种 就是我可能有的时候没钱了 我就会找他要 我就觉得有点尴尬 但是他现在是我不花他的钱 他自己要把钱打给我 我又说呢 我就把他那些钱存起来 然后现在开始做一些理财呀什么的 我就不要去花到他给我那部分钱 就是竟然把他攒在那 然后我自己呢 就争取我自己能养活我自己 所以你们看我现在买东西花的钱 其实都是我自己赚的 真的是我自己赚的 没有花办办的钱啊 然后希望也可以 我不知道以后还要不要读书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就如果以后我自己要读书的话 我希望我自己能出学费 至少能把学费cover掉 然后我再去进修一下什么的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 走一步看一步吧 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要赞钱 自己养活自己实在太不容易了 朋友们 乐观而且有自己主见的人 乐观这个事情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个 就是比较乐观 但是我也会有那些不好的情绪 就我也会有的时候非常消极 特别人来打姨妈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受荷尔蒙影响的人 就我前两天心情特别不好 然后现在才照片来打姨妈了 但是我又是一个睡了一觉起来 我就是什么睡也没有的人 天天晚上我可能哭的眼睛 就是总到第二天成这个样子 第二天我就是没有 就基本上没什么事 我算是一个就比较大大咧咧的人 但是我有的时候又会很敏感 就是有点矛盾 然后很有自己主见 这是真的 我非常的有主见 从小到大 我爸妈都觉得是一个就是 就是我是一个很不受控的人 虽然我会很听他们的话 但是我当我有自己主见的时候 我就会一定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出国读书这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想要 所以我就会说服他们的所有人 最后就是完成自己的梦想 当然了如果你有主见的话 我就是觉得你还是得至少做出一点成绩 让你就是身边的人看到 而不是盲目的一味的有自己的意见 然后也不去做什么事情 这个太好像和我一样不爱洗头 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洗头捏 你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剪短头发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吹头发会比较快一点 长头发之前要吹好久 我就觉得好烦 要站在那一直拿吹攻击吹 所以我才剪了短头发 不爱洗头 我觉得首先每天洗头对头发也不一定好 我好像有看到一个报道 我看到之后就很开心 因为上面 你看我们现在头发又有点油油的 就是上面写的就是 如果你每天洗头的话 反而头发会产生 就是头皮会产生更多的油脂 所以说你头发会更油 然后我就隔一天洗一次头 现在基本上隔一天洗一次 然后我的头发这次一出油 我的刘海就会看得很明显 所以大家每次都说又没有洗头 有人说可能会努力的有点刻意 这怎么说呢 其实我不觉得就是大家给我留这样的 我心情会不好 我就觉得可能会 我一直觉得大家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为什么我没有到 就是我那个学习的视频火了之后 为什么我没有完全做一个 就是像大家说的study account 或者是这种类型的视频 或者是博主 是因为我觉得学习只是我生活中一个小部分 我生活中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 朋友们 所以我没有完全focus在学习这件事情上 我也觉得如果你把所有学习的东西展现给大家面前 大家肯定会就是会说 这个人怎么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啊 之类的 我不是这样子的人 然后努力的有点刻意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有一些跟学习有关的东西受到比较多人的关注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会刻意的把我学习的东西展现给大家来看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当时真的非常想靠这个东西来提高我的知名度 或者说让我变得让更多人知道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每一个视频就是跟学习有关的 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就是因为我并不觉得把所有学习的东西放到网上是一个 怎么说是我的生活 然后是我追求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真的在努力的时候 我是不会在网上每天说我在学习或者是什么的 因为我非常辛苦的那段时间 我基本上是没有发任何社交软件 或者是没有发任何视频啊之类的 因为你在忙起来的时候是不会有心情 真的不会有心情管到这些东西的 我发这些跟学习有关的视频 或者是复习的视频的时候 都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忙 或者是那个考试并没有那么难 然后我觉得我还可以handle到所有东西的时候 我才会发 然后说这个真的 对男朋友百依百顺的乖巧 girl 你们不了解我 我跟我男朋友真的是 我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人 我在生活中 我有的时候是比较强势的一个人 我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比较强势一点 他会压制我 但是现在 我现在可以制服他 我不会什么都听他的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我会跟他直接说出来 然后小朋友现在有点怕我 因为我生气起来真的很恐怖 你们想象不到的 我生气起来真的很恐怖 我妈有的时候都跟我说 你要温柔一点 不要对人家那么凶 我说我们 我们就是在一起 就是这个模式 对吧 注重形式感 是吧 我觉得我是一个注重形式感 然后我没有觉得注重形式感 有什么不好的 形式感跟仪式感 就是这两个词 我觉得算是近一词吧 仪式感 我觉得是你 如果一些小细节 你稍微去注重一点的话 你会瞬间觉得 你自己生活的很精致 然后就会心情很好 我就这样子的 但是我也会有 非常大大大的一面 就是我 你们看我有时候 桌上乱七八糟 我也会拍起来给大家看 这才是真实 镜头背后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吧 就是一些小小的仪式感 也是可以提升 你幸福感的一个方面 就是假如说 你今天回到家 你发现所有东西 都变得非常的 就是好 然后买了一套 很好看的餐具 你吃饭心情 都会变得很好呀 所以我觉得 有仪式感 没有什么不好的 癫癫从小到大 都不缺男生追 哦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小时候 跟男生 比较像哥们一样的 那种感觉 就是 我已经忘记 被男生追 是什么样的感觉 朋友们 我刚上大学 就谈恋爱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 被男生追的感觉了 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我的人生中 就是除了我男朋友 其他的男生 就是我男朋友的朋友们 我真的已经忘记 被男生追什么感觉 我也忘记 我以前有没有男生追 我想一下 太久远的记忆了 就是 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性格 小时候啊 就可能属于一个男生 会玩得比较好的 因为 因为我觉得 跟男生在一起 玩比较 就是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就是会比较 比较不用去担心 说会不会伤害到 人家的感情 或者你哪里 没做好的话 就是会不会不高兴 因为女生 有的时候 可能小心思 会比较多一些 会比较敏感 但是男生 就是对吧 就是你今天 不跟他去吃饭 你跟别人去吃饭 他也不会生气的那种 所以我小时候 会比较喜欢跟男生玩 关于男生追 不记得了 下雨天不想出门 只想待在家 看Netflix放松的人 哦 我不管下不下雨 我都不想出门 我是个非常宅的人 关于看剧 不管是Netflix 还是什么其他的综艺啊 之类的 我都非常喜欢看 然后 感觉是很努力 但是也会偶尔偷懒的人 我觉得是 我真的 我真的会偷懒 特别是当所有事情 堆得很 就是为什么 这也是 为什么我会给自己有计划 因为如果我没有计划 把所有事情堆在一起的话 我就会不想干 我真的是那种 就是假如我今天知道 我有十件事情没有做的话 我假如说 我觉得我自己 给自己规划的是 我今天要做十件事情 我可以做完 但是如果是 前两天没有做的 然后堆到今天 让我变成有十件事情要做 我就会不想做 就会越拖越久 越急越多 比起上班 更喜欢学生时代 我觉得everybody都是这样的 当你真的工作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嗯 不是你想的 那样的 当然我没有说工作不好 但是就是会你感觉不一样吗 毕竟你要 现在早上九点就上班 然后每天上到五点回家 就不会像你上课的时候 假如说我以前上课的时候 我周五是不会给自己安排课 所以我课都是周一到周四 然后我们课的时间 前算比较长的那种 但是也不会说就是一直连着 所以我以前的课表 是会让我自己有休息的时间 but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是没有休息的时间的 所以就每天固定的生活 让我稍微有一些疲惫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觉得我这边要聊好久 我这个人话怎么这么多 我每次到这种聊天视频的时候 我每天一个多两个小时 我怎么剪呢 朋友们 既然有人说我是个温柔的人 我一点都不是温柔 朋友们 我真的特别不温柔 我从小觉得温柔这个词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以前假如说出去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会盘腿坐 或者是我在地上看到一片草 我就很想坐下来 我妈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我特别不像个女孩子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亲戚都是男生 所以我跟男生一起玩 我小时候都是孙悟空 然后automine 就这种啊 我就没有什么女孩子的那种感觉 长大了之后 好像就是自己开始喜欢化妆的时候 会把自己化成这个样子 但是我在生活中还是就是 像男生一样 看不到的部分可能偶尔有点小烦恼 有点忙碌 在更高的追求中有点小压力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最近还挺忙的 我真的就是有一点handle不了 就是有一点刚开始有点不适应 又录视频又工作的这个生活 我现在在慢慢适应当中 有压力当然是有压力的 然后我也会喜欢抒发出来 因为如果我不说出来 我会憋得很难受 当然我抒发出来 不是想把我的不好的情绪传染给大家 我只是需要一个去释放的窗款 舍得离开家的独立女子 有很多人说我很独立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独立的 我小时候就是从来没有离开国家 小时候我们要那个就是 学校组织去外面 就是什么类似于实践活动 或者是出去玩 我们班很多的同学都去了 我妈都不给我去 我妈说不安全 就是我也 后面就是出国嘛 是我就是人生的一个转折 我就现在变成一个这样子 你们看到的我就是感觉做饭啊 或者什么收拾家里啊 都是因为我自己出国读书了之后 需要自己被迫逼着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以前超级不独立的 我以前就是 什么都是家里爸妈帮我做好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挺好的 就是可以对吧 自己自足 不光是就是金钱方面 还有就是各种生活方面 就是至少你自己一个人待着 你不会饿死 说我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 做自己的博主 我以前啊会想说 是不是要给大家展现出来 比较就是精致的生活呀 或者是比较就是 嗯怎么说 就是看上去比较好看的一些 但是我后面慢慢的 你们看我最近的一些Vlog 应该也会发现 我真的就是录我日常的一些 就是生活的片段 然后还有一些 我跟我男朋友都在很丑的样子 我觉得把这些方面展现给大家 没有什么不好的 因为说实话 跟你们讲认真的 你如果要把那个视频拍得非常精致 你真的不是在生活 你是在就是 就是在需要去构思很多小的细节 要怎么从哪个角度拍好看 或者是你要把相机架在什么位置 那样子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累 我不是一个 我不是一个那么有精神 投在这件事情上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我能把我生活中 就是最真实的一面 展现给大家就好了 如果要我真的做得非常精致 我让我做不到 朋友们 你们看到我偶尔有一些视频 是很刻意的 就是摆得非常精致的样子 那个是我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录的 后面就是现在没 特别没那么多时间之后 我就会越来越随意 希望你们不要嫌弃我视频的质量 尽力了啊 我应该该回答的都回答到了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你们也能更了解我 我也希望就是以后更多的 有这种跟大家谈心啊 聊天的这种视频 我觉得可以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嘛 就是 也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我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